打豆浆做豆腐产生的豆渣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豆渣营养丰富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可达50%以上 以豆渣为原料制成各种食品 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还有减肥的功效哦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肉丁炒豆渣吧 把豆渣沥干水分然后打散 放进蒸笼蒸15分钟左右 把豆渣蒸起 准备鸡蛋 猪肉丁 虾皮 葱花 把搅拌均匀的鸡蛋液倒入热油锅 炒老一点还是炒嫩一点就根据个人喜好了 把鸡蛋切碎 把鸡蛋切碎 盛出 把肉丁炒一下 加入虾皮 炒到微焦 加入豆渣 快速翻炒至出焦香味 加入切碎的蛋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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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炒一下就可以关火了 加入葱花 继续翻炒 带葱花的香味出来就可以出锅了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